大家好,欢迎来到资讯简报频道 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今天在北京开幕举行了 10月18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罕见画面显示,普京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后 在安保人员的粗拥下,步行前往另一个会场 身后跟随着两名身着制服的俄罗斯海军军官 提着用来下令发射核弹的核按钮手提箱 核按钮手提箱是美俄两国总统随身携带的核攻击手提箱 以方便总统在随时都可以确认核武器打击 对于一国元首而言,拥有核按钮象征着军事上的最高权力 俄罗斯的核按钮手提箱传统上有海军军官携带 该手提箱被称为切格特 命名来自高加索山脉的切格特山 总统一直随身携带,但很少被拍摄到 美国总统也有这样的装置,俗称为核子足球 跨包里装有总统离开白宫时 用来验证发射核导弹命令的代码 手提箱里面是什么样? 是这样,也可能是这样 官方通讯社俄新社在Telegram上的相关视频下发帖称 如果没有某些手提箱,普京的旅行就不算完整 路透社指出,现任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也有一个核按钮手提箱 现任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可能也有一个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使用过的一个核按钮手提箱 陈列在叶卡捷林堡的叶利钦博物馆 别着急,中国也有这玩意儿,瞧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